这就是我们的慢发炮 它主要是用来末端抗击来袭的反击导弹 相当于一部海上加算林 能够在我们的舰体之后围形成一条弹幕 抗击来袭的反击导弹 在我左手车 这些巧克力化就是通用输入发射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装载多型导弹 直视对空 对路 包括对海的一个打击 多型导弹鱼类武器的动驾发射 解决了多弹种一个坚弦的问题 下面拔开又是弹库了 盖下面就是导弹 一个一个发射界 我们零五行舰 那么这个载弹量 在世界来讲 也是出于领先的地位 这是我们的130毫米主炮 全自动主炮 它担负的是对海和对路的 普通打敌任务 大家随我手的方向 可以看到我们零五行舰的主尾 是非常简洁的 它上面的各个方块形的 是相控阵雷达 它将所有的雷达 集成化设计 相控阵化 和我们整个的 运行舰的体系 抗干扰能力更强 运行舰的能力更强 尤其是对隐身飞机的捕捉 距离更远 全部雷达相控阵化以后 等着舰艇的雷达反射面 尽小 引擎心更好 万吨大区延安舰 作为强大的航母戴刀侍卫 也是海军新制作战力量的 纵照组成部分 我希望能够把我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贡献给它 伴随它一起走向更远的深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